我覺得妳好美 空中 如果妳也在我旁邊的話 那會真的 直接口刀衝過去 妳今晚有沒有空 要不要出來唱歌 就會一去之後 他把人家都不理妳 他就 真的假的 歡迎收看 脫路幹大事 我們是歐腕組合 我是瓦仔 我是小鵬 你還沒有訂閱酷拼 那喜歡給你三秒鐘 3 2 1 又訂閱好了 那我想要問一下 我們今天這個問題 妳有沒有曾經有遇過說 妳跟一個男生聊天 那妳這樣誤會以為妳好喜歡他 好像有 那怎樣 發生什麼事 也沒有發生什麼事 就是 如果我對他沒有感覺 或者是 我沒有想要跟他進一步的發展 我通常都會 要保守 聊天 那妳是講了什麼 然後會有這種 當時跟他講了什麼 對啊 沒有 所以是那個人 自己製作多情 把妳當朋友才跟妳聊天 然後我跟妳聊天 然後妳還以為我喜歡 然後還說 還要罵人家說 你看他跟我聊天 說說看 妳是不是會 講很多那種 讓人家信仰仰的話 不會 除非我真的喜歡他 我才會講 對我喜歡的人 你會讓他講一些什麼 欸妳在幹嘛 就是讓他知道說 我現在其實就在想他 當然 我有說過 我覺得那句話真的很厲害 就叫說 欸妳在家嗎 妳在家嗎 妳在家嗎 這女人有問題吧 她把我當什麼 Uber喔 如果直接叫她說 有花錢 妳叫Uber喔 今天這主題就是什麼呢 就是在講說 什麼話 會讓妳心癢癢 那我們就 出發 OK 出 GO 我們今天這題呢 是在問說 通常男生 有松鼠 我在問問題的時候 你給我說有松鼠 男生在跟你聊天的時候 講到什麼 你會讓我們覺得 心動一下 我陪妳就已經很好了 就很難過的時候 可以陪著就好了 告白的話都可以啊 就是他可能講 嗨 這麼直白 他只要喜歡妳 然後他跟你講 嗨 蛤 也太快了吧 譬如說 欸妳今晚有沒有空 要不要一起出來唱歌 就會一去說 他發現他都不理妳 他只把妳來當分母的時候 置物的時候 妳的反應會怎麼去處理這個問題 揍他吧 真的假的 這是我的口頭禪 那妳自己多想 對啊 真的嗎 當下妳真的是自我檢討嗎 過啊 沒有一直在搖頭 開始說 沒有沒有 他是真的會揍他 有一些人啊 常常就很容易 因為聽到一些話心癢癢的 這樣子 那 你們可不可以對那些 很容易心癢癢的那些人 說一些話 自我檢討 好像不是 可以不要剪進去 很容易自我檢討的人 你是楷模耶 你知道 很多人都不會自我檢討 都會覺得自我良好 哦 會剪掉 不會 如果有個女生 跟你說了那一句話 會讓你覺得 心癢癢癢的那種 我覺得 就是如果有個女生 她可能出去玩 她會說 如果 你也在我旁邊的話 那會這樣 哇 很直氣耶 那你提到的反應 對對對 會是什麼 可以走到衝過去 哈哈哈 不是可以耶 你已經走到過去了 然後我想 真的當真喔 沒有 我想說 這邊很好玩啊 想說下次可以來 蛤 這很糟糕耶 想要揍人吧 哈哈哈 想揍誰 因為剛剛有個女生 也說 我應該會揍她 揍她吧 如果又遇到一樣事情 再一次了是不是 那我不要再喜歡女生了 哈哈哈 對 正在暈船的朋友 說你什麼話 不要故意衝動 如果你暈船 人家沒有暈的話 你會很心痛的 那你有沒有聽過什麼 讓你心癢癢的話 嗯 好 覺得沒有 我覺得愛情劇 哪一句話 如果今天發生在你身上 跟你講的話 你會覺得 哈哈哈 我也要 最近我在追那個 我的愛迪是江南美人 特隱憂就對那個女主角說 以後我不再的時候 不要跟其他男生喝酒 哦 這件話很厲害耶 他是他的這樣 他跟我說 我不希望你在別的男生面前喝酒 然後之後你就真的以為他喜歡你 可是發現之後 不是 沒有 他只是覺得 你喝醉酒的時候不好看 在死了 真的假的 正在暈船的那些人 你有什麼話想對他們說 你要先亮自己的底牌 確定對方有 一直在說 你有沒有聽過一些 會讓你心癢癢的話 五十塊米 這麼直白喔 哇 哇 你為什麼這麼 這個可以耶 這麼通喔 哇 我覺得你好美 空腳 哇 你剛剛有帥到 我現在這樣子有帥喔 那有點紮 哈哈 如果是在家裡 他就傳訊息過來 或者他會打電話給你 送鎮定然後就把手機撿起來 啊 等我一下喔 心癢 哇 哈哈哈 你以為他好像在跟你告白 可不發現其實沒有 他只是在關心你 用朋友的角度說這句話的時候 他感覺在試探吧 掉我 你會自己在找一個 我自己暈船 他就是那種 正在暈的那種 沒有沒有沒有 不是不是 他一定是喜歡我 欸那我們最後一個問題啊 是不是就不能回答了 哈哈哈 還是像你們 有沒有有一句話 可以跟那些 正在暈船的人 跟你在同一艘船的那些人 哈哈哈 可以忍 但不要忍太久 同時也是在對自己喊話 哈哈哈 當時女朋友跟你說什麼 然後你就覺得 欸 他也好像對我有意思 這樣子 很久以前跨年的時候 就他打訊息 然後我就 那時候在玩遊戲 我就問了他說 跨年沒有跟別人 他說什麼 我不想要跨年之後一個人哭 那你有沒有馬上衝去找 對你當時做什麼 那時候也沒有意識到 對 你繼續玩喔 為什麼他還會喜歡這種人 哈哈哈 那你如果今天你覺得 他對你好像有意思 然後你就追求他 可是發現是誤會 因為因為上次的教訓 不相信那些愛情的話 只能基本上就是會犯錯 喔 所以你還是會繼續相信 少不會錯過 有機會來了 你都要拿的就是 對對對 沒錯 那個正在小路亂撞的朋友 一句話 好好保重 你有沒有聽過一句話 會讓你覺得心癢癢 我希望人家講什麼話 都會有感覺 OK的一個女生 大概長得像他那樣 真的假的 然後如果他一個這樣子的女生 然後突然跟你講 一句什麼話 可能被我出去吧 結果他說 禮拜天有沒有空嗎 然後說 然後就幫他頒獎 幫他頒獎說 喔謝謝你 然後就走 應該會有點心痛 真的假的 對啊 如果是喜歡的人的話 啊 如果是他的話 那我可能會哭吧 可是我會多起來哭 有沒有為了他哭喔 哈哈 你這樣為了你哭喔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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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開玩笑 給一些現在正在暈船的人 有什麼建議嗎 多聽一點別人的意見 有沒有什麼 任何一句話 會讓你覺得心動暈船 講一下喔 嗯 有沒有 有沒有舉例 我們在社團 大家在聊天 那是你喜歡的人 然後大家就是說 你突然喜歡怎麼樣 之後他就說 我喜歡就是那種 會穿古著 然後上面有圖騰的那一種 全部都沒有 就是我 你為什麼要這樣子講的那一種 會 將會 那你當時會怎麼樣 暗爽 欸還暗爽 我去偷襲好不好 你認真在害羞 你是不是有那個對象啦 沒有沒有 今天就是你行動之後 然後發現這是一場誤會 結果下一秒 你們日午車來了一個跟你穿的一樣 骨灼的女生 結果她還主動跑過去跟她聊天 噔噔 失望版 當下版 沒關係我就穿著運動內衣 開始跳 整個在後面六股 噔噔 笑到眼了 他是不是可以給大家 現在暈船的人 說一些什麼話 不要暈太多嘛 然後還要保持理性 趕快一下 你怎麼這樣子笑 你不要管他 然後我們現在都已經問完 所有的同學了齁 每個人 心動的話都不太一樣 我其實蠻贊成的就是 反正 你不去一定沒機會 對啊 那你還是去 反正 誤會就誤會摸摸鼻子 我是蠻支持這種 這種做法的啦 你知道最讓我信仰的話是 什麼 剛剛那個 任務社的那個男生 他是我媽媽媽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就像這樣子就是會 信仰 好啦 問了那麼多 還是請大家留言一下好不好 說一下 你覺得哪一句話 會讓人家信仰一樣 那我們今天脫乳幹男生 就到這邊結束啊 喜歡我們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留言 大家分享開啟小鈴鐺 好小鈴鐺記得要按洗全部 然後記得不要忘記追蹤一下 偶尼的IG以及他的頻道 以及我的IG以及我的頻道囉 好那我們今天脫乳幹大生的下課了 OK 掰掰 幹嘛 剛剛破音是不是 沒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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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